青年返乡是政府积极推广的政策之一 近年来许多农民后代也回到家乡 结合科技与自身所学 使传统农业发达茁壮 家义有一群年轻人 让原本务农的家中活出了新生命 除了贩卖农产品也推广农业体验 就是说我因为要做自产自销 我要做一些内容 所以我开始做拍摄 做影像的这个记录 慢慢的我开始越拍越多题材之后 我发觉其实用影像去跟地方的产业 去做串联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因农村人口外流 人才外流 使农业一直以来被大众认为是没落的产业 于是农民们开始结合观光 娱乐与自行加工产品 以新形态经营 同时农民们在试着脱离传统农业 转型经营时却面临许多困境 我们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做一个改变的一个方式 去符合更多不一样消费者的需求 包括像是我们有风会餐 然后我们有露营 我们有烤肉 有DIY 这些都是针对这个每个不一样的族群 去做一个设计 观光也好 体验行销 或者是市集销售 其实也都是这几年政府在推的一种 私農教育的一种方式 等于说我们可以有一点教育的内容 我们把人带到田地里面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告诉他更多 这个产品 这个农作物 他的特色 他之所以辛苦 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农民的故事 产销的整合与开放民众参观 农油的经营方式 让农民不再是单纯的生产者 他们是商人 也是观光业者 经营的方式 比传统农业还要复杂多元 而农民对于产业的未来 也有许多想法 到现在我们转型做观光工厂之后 除了赋予产品它一个比较高的价值以外 其实在很多地方 包含像是它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农产品 比如说它是卖相不好 可是其实品质是没有问题 它可以透过我们本身加工的一个方式 然后去让它变成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 那进而可以达到一个循环经济 就是我们第一个不浪费我们这些农产品 第二个农民的收益也会直接提高 对 免得新型农业 农民们皆乐观以待 期盼透过观光产业和娱乐的结合 让农业能够重新被大众看见 中正一报 叶轩瑜 邱子婷 嘉一报导